少年拍的奇幻漂流在奥斯卡风光入围11项大奖后 导演李安18日返台感谢台湾的大力支持 李安在今天亲自前往电影院和影迷见面 李安在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 对于能不能夺得奥斯卡奖项并不是很在意 不过他也说得奖的最大好处 就是能在全世界的面前感谢台湾 才看完电影少年拍 大导演李安就现身电影院 让影迷又惊又喜上映9个抵败 少年拍全球票房已经突破3亿5000万美金 光是台湾就创下近5亿台币的票房 李安特别回到台湾分享拍片过程 要亲自感谢影迷的支持 其实在台湾做是最合理的 因为那个船就在我们台湾旁边沉调的 然后它是沿着北回归线一路漂到墨西哥 你要找最近的陆迪一个海洋性地方 其实就是台湾 2 1 木锤敲破5亿冰雕 在会面影迷之前举行的破冰仪式 庆祝导演李安的票房夹击 李安也表示 现在的心情不像上映前这么忐忑不安 还说想要回台湾拍戏 我一直是很想回来台湾拍电影 就是在我没有找到以前 我就还不能吹牛 还不能说一定做到这样 媒体也关心导演李安的下一部作品 盛传他将与球力合作新版的埃及艳后 李安表示还在讨论的过程 而面对奥斯卡的11项大奖提名 李安透露如果真的得奖 他其实最想公开谢谢台湾 老实跟你讲奥斯卡我不会说很放在心上 我觉得如果赢的话 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在全世界面前 我可以谢谢台湾 新唐人亚太电视梁之朝全本音 台湾台北报导